一白 太陽報 三靈距向家國戰夫道歉 2015年7月26日兩岸A26 本報信 加拿大二戰佬兵比德順George Peterson 爭於保嶺輕光4D 日軍所呼 被運到日本三靈集團旗下的三靈材料公司 下稱三靈材料 奴役 睜眼見同伴被日軍殺害 三靈材料本月19日相繼向盟軍奴役戰夫道歉 卻以證據不足為由他向家國戰夫道歉 然零九十四歲的比德順為家國二十五名 再生的香港保嶺輕輝 之一 他藝術當年爭語一百二十多名被老嘉兵在三靈礦場做苦工 而他於三年勞疫中 受盡疾病 飢餓折磨 甚至親到同伴租日軍殺害 三靈材料卻指公司無記錄 亦無方法核查是否奴役加國戰夫 稱若有充分證據將會道歉 香港勞兵協會則表示 香港保嶺坑代九元 記錄盡租日軍所委 尋回機會渺茫 圍形希望日方向被俘虜兵道歉 詞文字幕視聴者 李宗盧 詞文字幕視聴者 李宗盧 詞文字幕的曲 李宗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